宫崎秀吉老人生于1910年9月 今年102岁 2009年也就是博尔特打破100米和200米短跑世界纪录的那年 宫崎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 参加了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田径锦标赛 2010年他在一项比赛中 以29秒83的成绩正式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百岁老人 我觉得自己特别健康 我胃口好 吃什么都香 我每天很早起床 5点就起来 宫崎老人93岁那年 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专门为55岁以上的人举办的老年运动会 这引起了他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并一发而不可收 我认为宫崎是一个国宝 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亚买加飞人博尔特说他会成为一个传奇 对我来说宫崎同样也是一个传奇 8月5号 宫崎老人再次抖擞精神登上赛场 这天他的百米成绩是34秒 老人对这个成绩不大满意 我本来是打算破纪录的 希望能跑到28秒左右 所以今天有点遗憾 有趣的是宫崎老人还喜欢在赛后模仿博尔特的标志性动作 因此被称为金色博尔特 我认为宫崎老人还喜欢在赛后模仿博尔特的标志性动作